福宝,你的名字犹如春风般温暖人心,承载着家庭里深沉的爱意与祝福。 你无疑是两位爷爷心头的宝贝,他们的关爱与期望汇聚在你身上,形成了那份浓烈而又细腻的宠溺。 作为家中的大孙女,你自小就受到家人们深深的宠爱与无尽的关注。 这份独特的宠溺并非源于任何形式的炫耀或私心,而是两位爷爷对于家庭的一份执着和深深的爱。 福宝,你如那月中皎洁的明月,纯洁无瑕,你那一双眼睛如星星般明亮,充满了爱与智慧。 那双眼睛如同繁星点点的夜空,总是能看见希望和温暖。 而你身上所散发出的那份乖巧、可爱、懂事和聪明,更是令人们无法不对你产生喜爱之情。 你就像是家族中的一颗明珠,熠熠生辉,闪耀着幸福的光芒。 你的一颇一笑都牵动着家族成员的心。 你的笑容如春风拂面,能治愈每一个人的不快心情。 你的快乐就是家族的快乐,你的幸福更是家族的骄傲。 你的存在仿佛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一份礼物,让这个家更加温馨和谐。 乙义们视你为心中的治愈者,你的存在让他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和温暖。 你的笑容,你的声音,你的一切都让乙义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。 而你,福宝,也把乙义们当成了最亲密的家人。 那份情感已经超越了血缘的界限,成为了一种无法言喻的亲情。 每当听到你的声音,或者看到你的照片,我都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快乐。 你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天使,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希望。 你的每一次成长都牵动着我们的心,每一次的笑声都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。 如今的你已经逐渐长大,但我希望你能一直保持那份纯真和善良。 无论你走到哪里,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,都要记得好好吃饭,好好生活。 因为只有这样,你才能健康地成长为一个人见人爱的熊宝宝。 未来的旅程虽长,但请相信,无论世界如何变换,我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在你身上。 我们的祝福永远伴随着你。 福宝,愿你的人生之路洒满金色的阳光,欢声笑语长伴左右。 愿你心中的希望如星辰般璀璨,成就如日中天。 你的安好是我们的晴天,愿每一天的温暖阳光都能为你指引方向, 让你的成长之路越发灿烂夺目。 无论未来何地,你都是我心中最宝贵的记忆和永恒的祝福。 祝福嫦